如果日本倒沉默 中国有必要收留1.3亿难民吗 这是近期一位日本网友 在其社交媒体上提出的问题 问题已经提出 便引发了一系列热议 甚至有日本网友声称 如果真到了这么一天 中国必须收留 这名网友表示 中国人总说自己是个友善的国家 如果日本真的沉默 中国处于人道主义 有必要收留日本人民 这不仅能证明中国人的言论 还能彰显中国的大国胸怀 并且中国是个地大物博的国家 是完全可以容下日本的全部人口的 日本的许多文化和知识 都源自于中国 能很好地融入到中国之中 并且日本还是亚洲 为数不多的发达国家 拥有着很多的高科技技术和人才 假如入住中国 一定能带动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所以假如日本倒有一天真的沉默了 中国人必须接受日本的1.3亿难民 此言论一出 立马得到了大量日本网友的认同 就连部分美国网友 也认同这样的看法 声称假如日本沉默 中国和俄罗斯是最好的选择 尤其是中国 日本的文化思想 很多都与中国相同 国家实力也要比俄罗斯强大许多 最重要的是中国四季分明 比俄罗斯更适合人类生存 看到这里相信在座的各位已经坐不住了 能说出这种厚颜无耻的话语 估计也只有小日子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日本倒真的会沉默吗 小日子的网友 又为何会有这样的担忧呢 日本倒真的会沉默吗 众所周知 日本是一个岛国 其周围全部都是海洋 随着全球经济的飞速发展 带来的温室效应也在逐渐加剧 假如南北几两地的冰川水全部融化 会使全球的海平面上涨66亿 而日本岛上的地形 大多数是山地和丘陵 这些地方并不适宜人类生存 这虽然不会使日本岛全部淹没 但日本也将丢失大量的平原地带 这时稠密的人口将不适宜人们生存 另外日本处在太平洋板块 和欧亚板块的交界处 自然灾害频发 地震海啸等是常有的事情 在他们的岛上还有很多座火火山 一旦喷发后果不堪设想 并且日本岛的位置也十分独特 恰好处在马里亚纳海沟的边界处 随着板块之间的剧烈活动 日本岛正在以每年13厘米的速度 逐渐向海沟处滑落 而马里亚纳海沟的深度 可以达到11034米 即使是珠穆朗玛峰也会被吞没 淹没日本岛更是不在话下 随着板块运动的加剧 滑落的速度也是逐年上涨 如果真滑到了海沟的边缘处 因此小日子网友才会这么担忧 那么问题来了 假如日本岛真的被淹没 我国会接受他们那1.3亿名难民吗 假如日本岛真的被淹没 我国会接受其1.3亿名的难民吗 如果真到了那么一天 我国也不会接受其1.3亿名难民 首先我国虽然地道五博 但我国人口众多 资源依旧很匮乏 假如一下子接受这么多难民 势必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影响 并且贸然接受这么多难民入内 会对我国的社会安定带来很大的影响 虽然日本的文化起源于中国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 其内容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所以在认知和行为习惯上 与人们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这就会导致当地民众和难民之间纠纷不断 会使我国的犯罪率直线上升 并且在上个时期 日本守军国主义的影响 走上了殖民的道路 将屠刀对准我国 在我国烧杀奸淫 支持老百姓流离失俗 家破人亡 我国人民对此恨之入国 虽然如今军国主义政府被消灭 但在其民众之间还存在不少右翼分子 他们否定历史 无视自己犯下的罪孽 如果我们全盘接受了他们 无意欺狼入室 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在其这样的野心 况且接受这么多日本难民入境 势必会引起国分 所以接受他们不仅不会有任何好处 反而全是灾祸 所以我们宁可看着日本覆灭 也不会接受其难民